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老头是谁呢 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头号战犯 日本前首相东条英金 那么在说他之前的红宇呢 想先问您一个小问题 在您的想象中 能够和头号战犯首相这些词连在一块 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阴险 狡诈 手段很毒 没错吧 说好听点 那还应该有质 可是您知道一些日本军官 他认为东条英基他是个什么人吗 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脑袋 一个普通士兵的脑袋 那这种脑袋也能够侧动日军全面侵华 甚至爬上首相的高位 这可能吗 那么东条英基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究竟是如何犯下滔天罪行的呢 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彻底认识这个恶魔 1884年12月 东条英基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军人世将 父亲是谁呢 日本陆军中将东条英教 你注意哈 当年的日本呢 也流行拼街 爹是高级将军 那他的孩子呢 不用考 他就可以上军校 从陆军地方少年学校到士官学校 再到陆军大学 出来他就是军官 东条英基 他走的就是这条路 不过啊 东条英基读书不打架 到时候打架很出名 读少年军校的时候呢 有人就送出号打架王 好勇斗狠 那是一决 从少年军校开始一路培养过来 就是说从小养成一种军人的习惯 攻击性的性格 而这一点呢 对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影响很大 再说大学毕业 东条他顺理成章晋升为大卫 分配到日本陆军省任职 而这个时候呢 东条的野心呢 暴露出来 怎么呢 日本的军事也是这条 你从他那他世关学校哪一期毕业的 陆军大学哪一期毕业的 你就 你才是几期的 你可以大致 能够算出来 他干几年以后 他能什么时候当大佐 什么时候当少将中将 基本上是这个论子排位 这个上来 东条觉得赞毛没意思 他想干一番大事 可是怎么干呢 不知道 然而 1920年 当他作为驻德武官 被派到柏林后 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怎么呢 这日本这个最有名的这个 藏文里面有个叫 三鱼鸟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鱼 按理说 按理就是 翻译中文就是三 什么三结 哪三个人呢 永田铁山 小米四郎 刚村名寺 这三个人呢 鬼点的多 他有头脑 在日本军官当中 那很突出 当时呢 他们也在德国 加上东条英姬 一共呢 四个人 1921年10月 他们相约呢 去了德国一个名叫 巴登巴登温泉的 度假圣地 就在这里的温泉池子里啊 这次个 邵左籍军官的 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 谈什么呢 怎么样扩张 发展日本 让日本在国 在世界上 比美国的影响还要大的 这么一个国家 这是他们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思想 这次密谈呢 史称巴登巴登密约 也被后来呢 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言 有了目标 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干 回到日本后啊 东条英姬 按照密约行动了 他纠结了一批 和他有着所谓 共同志向的少壮军官 逐步在日本军队中呢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时有很多这个军队的右翼团体 或者说叫法西斯组织 王师会 是吧 天建党 依稀会 是吧 这些组织 都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 组成的法西斯团伙 他们的这个宗旨 就是建立军人政权 东条英姬呢 正是这些团伙中的头头 这一点呢 日本高层呢 当然看在眼里 而这样的人呢 那正是他们需要的 1931年 918事变后 东条英姬果然得到了提拔 出任了关东军宪兵司令 后又升为关东军参谋长 成为陆军中将 关东军本身就是少壮派军人们 影响的一个最后 最好的 因为当时关东军呢 他们会实现很多的目标 就是说 在日本国内都实现不了的一些目标 没错 正是在关东军任职期间呢 东条英姬卖出了影响中国命运 同时呢 也将日本拉进战争深渊的关键影 哪一步呢 这里得稍微说一下背景 1937年7月7号 日军的挑起卢沟桥事变 那咱们知道 从那时起呢 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 但是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啊 就要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争 日军内部啊 却分成了两派 最初有一个不扩大方针 恰恰 这个不扩大方针 就是日本参谋本部 作战部长 石元丸而提出的 你注意啊 石元提出不扩大方针 您别以为他对中国新村善念 他只是认为啊 中国太大 一口呢 他吃不下 得慢慢来 很阴险 可扩大派呢 不这么想 扩大派认为 从中日甲午战争可以看出 中国呢 虽然很大 但其实很弱 只要快速一击 就可以将中国拿下 结果呢 两派来就吵了起来了 这让这位 当时的日本首相 近卫文摩 他有点呢 拒气不定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关东军的态度呢 非常重要 而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啊 东条英机 他来了一个先斩后奏 策划了一次疯狂的行动 什么行动呢 1937年8月 他组建了关东军 东条兵团 以闪电战术呢 用几千兵力 击垮了中国三万手 攻占了南口 张家口 还有大同 包头等 其实呢 这就是他的表态 你能看 啊 中国好大吧 哎 当时呢 对他的行动啊 日本国内是一片叫海 扩大派 由此呢 就占据上海 就这样 在东条的策动下 日本呢 开始了全面清华战争 而东条本人 也由此 开始迈向 个人生涯的颠奋 因为成功策动 全面清华战争 那1937年起呢 东条英机 俨然就成了 日军军国主义者的偶像 但他没有想到 他的疯狂 不仅没能征服 顽强的中国人民 几年后 他还不得不面对 强大的美国 说到这儿 红宇呢 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得探讨一下 众所周知 1941年12月 日本呢 偷袭珍珠港 美国呢 正式对日宣战 这成为 太平洋战场的 转折地 那针对这件事呢 有人曾说呀 说如果不是东条英机 头脑发昏 去招惹美国人 那中国的命运呢 可能要改写 真是这样吗 日本偷袭珍珠港 那真的只是东条英机 一时头脑发昏吗 其实这背后啊 大有殷勤 怎么呢 抗战出席 日本呢 确实占据上风 华北 上海 南京 武汉 长沙 中国东部 几乎全被日军占领 但是呢 中国人民 他就是不低头 这让日本妄图 一举击败 中国的算盘 他落了风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本政府就去感到被动 为什么呢 他的资源呢 这个缺少是吧 包括石油也好 包括粮食也好 包括香蕉也好 等等等等 没错 自古以来啊 打仗拼的 他就是资源 日本他没资源 那怎么办呢 那么他就要找 上哪找 南洋 有石油 有橡胶 于是呢 从1940年起呢 为了支撑对中国的战争啊 日本呢 开始实施南进战略 去南洋 抢资源 而这一下呢 问题就大了 怎么呢 触动了美国人的利益 咱们知道 美国 彻头彻尾 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 你看这抗战初期 美国人什么态度 中立 当时美国朝野认为 美国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 为了中国 来直接和日本 发生正面对抗 甚至是正式战争 不光不帮中国 甚至呢 还把这日本最需要的钢铁 石油 大量的卖给日本人 但是呢 当南洋的利益受到威胁后 美国人就不敢了 1940年 因为这个首先就是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取消 日美通商条约这一废除 那他等于就是掐了脖子 所以日本就等于自然上就完了 美国人的这一招啊 他确实厉害 很快 日本国内呢 便出现了混乱 但是美国人呢 他没有想到 禁运却为东条英机的上台 创造了条件 怎么呢 当时啊 首相禁卫文摩 他打算向美国人屈服 但是呢 东条英机他却不答应 你注意啊 这个时候的东条 身份呢 可不同以前了 他已是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那更是少壮军人 和右翼主战派的这个头面人 而且此人手段够黑 怎么呢 你有发现你敢你敢说 你敢说不同意 我去搞政变 我扰暗杀 我把你打死 那么慢慢的政党的声音就越来越响了 怎么办 禁卫文摩呀 他也没了办法 只好宣布解散内阁 而就在第二天呢 日本天皇呢 他召见东条英机 受命他以现役军官身份 出任首相 这 在日本历史上 那是破电荒第一次 这就是东条英机啊 在内阁宣誓仪式上的旧事演说 说什么呢 完成中国事变 确立大东亚共荣圈 在皇位之下 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事实上呢 在说这番话之前呢 东条英机呢 还有一句名言 说 有时 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 就像 从清水四平台上 往下跳 两眼睛一闭就行了 他想做点什么非凡的事呢 他们就觉得 肯定也和美国打一阵 才能够决定 日本 真正在这个国际上 在国际社会里 能占 占主导地位 这就是东条英机 下令偷袭 珍珠港的真正用 那您可能要问 这个东条 他是不是疯了 可以怎么办 但更可怕的是 在军国主义鼓动下 当时呢 整个日本都陷入了战争的狂热 而且狂热到了 难以想象的地步 你比如 1944年 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三年 日军呢 已经明显不行 但是那些下层军官呢 却不甘心 他居然想出了一些 让人匪夷所思的招数 咱们现在看来很奇特的一些想法 包括 我们都知道像神风 这种突击队 特攻队 是完全是自杀式的 而您知道 这东条英机是怎么说的呢 他鼓励国民说呀 本来不是飞机在天上飞 而是精神在飞 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 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 日本人讲的就是什么呢 武士道 这个武士道其实是一个个人的精神 就是一个 他是什么呢 就是白人战可以战胜坦克 那我这个只要我拼命 我这个精神上去就可以了 东条英机就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 不仅是恶魔 他更是战争疯子 那么他最终下场如何呢 自杀死了吗 这事啊 说出来呢 很好笑 怎么了 日本宣布投降 他自知难逃一死 于是呢 特意请来大夫 用木炭在胸前心脏的位置呢 画了一个圈 每次洗完澡啊 他又重新标出心脏的位置 准备呢 随时对心脏来一枪 可没成想啊 真正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不争气的子弹呢 居然打偏了 他又被救了过来 对于这件事呢 也有人说呀 就是这是天意 作恶者 不能让他轻易死掉 一定要让他接受审判 再除以死刑 1948年12月21号 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东条英机呢 宣判死刑 第二天深夜23点30分 东条英机和其他六名甲鸡战犯 先后走上脚刑架 终于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消息传到国内的当时国人呢 是奔走相扣 举国欢庆 但是呢 所有人没有想到 仅仅一个月之后呢 另一名同样血债累累的战犯 钢村宁寺 竟然最终逃脱了战争的成长 怎么回事呢 那是1949年1月26号 得知中国法庭即将宣布 对钢村宁寺的审判结果 上海参议会议堂里啊 早早的就挤满了听众 而对于会议是什么结果 钢村宁寺在日记中啊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尔文军方以外各方面 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 我已经做好了服刑的准备 那么法庭怎么宣判的呢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美光灯的这闪烁之中 庭长竟然宣布 钢村宁寺无罪 当中国法庭宣布 钢村宁寺无罪 那整个法庭顿时是一片哗然 说这个双手沾满 中国人鲜血的战犯 怎么可能无罪呢 所有人不答应 都涌向庭长室 强烈抗议 两年后 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 谴责国民政府 对钢村宁寺的审判 要求重新逮捕他 但是 所有的努力啊 都无济于事 钢村宁寺呢 已经跑了 那么 钢村宁寺 他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国共双方的态度 如此不同呢 他又是怎么逃脱最后审判的呢 先说这个人 钢村宁寺 比东条英姬那大半岁 也是 1884年出生在日本东京 但他没有东条英姬的命好 东条他有爹可贫 他呀 不行 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 武士家庭 不过呢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呢 钢村宁寺从小 他就勤学好问爱思考 尤其是喜欢研究中国文化 钢村宁寺是一个中国通 通到什么程度呢 他会很 这个熟练的 讲了解中国的四书五经中间内容 他的书法很不错 他的书法很不错 据说他和一些巨人 中国巨人出身的四身交谈 一点不落的下方 再说他出道 起初呢加入军队 他的工作呢跟打仗啊 不沾边 做什么呢 搞情报 当间谍 说一件事 好 您就知道他的厉害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 钢村宁寺来到上海 在这里呢 他找到了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实际像是日本军军学校里面 一名非常优秀的毕业生 成绩太好了 日本以后呢 就把中国学生单独编队的 管理这个编队的人是谁呢 就是钢村宁寺 因为这层关系啊 孙传芳呢 他以失礼啊 聘他当了顾问 但是呢 孙传芳他没想到 1924年军阀内斗 江浙战争爆发 自己呢 和对手居然被钢村宁寺玩弄于鼓掌中 那钢村想打他就打 他要说停 那就停 怎么回事呢 因为事先呢 钢村宁寺呢 已经派名间谍啊 潜入到对方的军中 也是顾问 结果呢 双方都成了钢村演练战术的棋子 而这样的情况呢 居然持续了两年多 直到孙传芳 他被北伐军击败 当然 作为巴登巴登密约的发起人之一 钢村宁寺不会轻易的放弃 中国这块大蛋糕 1931年 918事变之后呢 钢村宁寺 先是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策动围剿东北抗日联军 然后呢 作为日本代表呢 强迫中国接受航空协定 将华北变成唯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的缓冲地 为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国呢 打开了通路 说到这呢 有人要问了 说按说呢 中华民国那是国民党执政 那为什么最后宣判钢村无罪 那共产党却不答应了 哎 这就要说1941年 1941年4月 钢村宁寺呢 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那来干什么呢 接替失败的前任多田俊 专门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而也就在这期间呢 他犯下了更大的套艇队性 怎么呢 他研究了八路军之后 他发现八路军的特点什么呢 就是军民与水 因为八路军他的那个武器 并不是很先进 他是因为在活动在人民之中的时候 八路军就是大海里的鱼 怎么能把他抓住呢 刚才宁寺呢 使出了印度的一招 你不军民与水啊 我扫的制造无人区 把你的水啊都抽干 士兵自己一回忆 他说这个烧杀墙 也是什么呢 中队长的军事 他就敢自己说 把这个村子烧了 然后就是抓了人 当场的杀死 拿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伤员 或者是那个俘虏来练刺刀 这种事情都是很很常见的 但是针对扫荡制造无人区 那还有三光政策的罪行 审判中刚吞明寺 却这样给自己辩解 他自己在发布命令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不烧不杀不抢 结果怎么样呢 国民党主持的中国法庭 居然还采信了 那三光扫荡 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 告诉你 这就是钢村宁寺阴县的地方 他怎么做的呢 比如在河北南部 济南济中 我叫他济南济中原来的部队 他都没动 他是从天津 调部队来的 然后济南济中的部队 他扫荡的时候 他把他调了 他调了太阳 去扫荡 够阴吧 不管够阴 钢村宁寺还够狠 他发现在根据地和游击区 这些八路军很困难 于是采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法 把所有的部队排成 多少公里的长线 从这边退过去 从那边退过去 再从那边退过去 因为他有汽车 他的机动性很强 他会以很多 很大量打八路军的一种孤军 他就是对八路军形成一种优势 在这种打击之下 当时季中季南 包括太行 很多地方的八路军 确实没有想到 他会把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 就出现了当时根据 根据的这个重大刑事 钢村宁寺的这些招数 让不少根据地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就连中共中央北方局 和八路军前方总部 也遭到了重判 参谋长左权 就在这种情况下牺牲 彭德怀后来感慨说 说钢村宁寺是一个比前任多田郡 更为独辣 更为老练的对手 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 研究我们的东西 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 这是钢村宁寺对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犯下的罪行 事实上呢 对国民党军 钢村宁寺呢 同样是血债累累 有一部电视剧 您可能看过 长沙保卫战 这部电视剧呢 让很多人知道了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一位名将 就是第一兵团司令薛岳 一位薛岳的指挥呢 当时进攻长沙的日军呢 打了三次 打进去背景 再打进去呢 又背景 三次都没能占领长沙 那么薛岳守在这 他用一个什么办法呢 他用的叫做天奴战战法 把长沙就当做一个大熔炉 因为天奴战法 消灭了大量日军 后来呢 美国总统杜鲁门 还专门给薛岳呢 颁发了一枚自由勋章 这是后话 不过呀 当日军把这个钢村宁寺 调来之后 薛岳真正碰上了对手 怎么呢 钢村宁寺呢 很狡猾 他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先仔细的研究了薛岳的天奴战 那么 他怎么来破这个天奴战呢 当他进军的时候 他的中央基本就没有兵力 他的主力是放在两翼的 所以他从两翼打进去的时候 中国本来是把重兵放在 准备向两翼走嘛 他一下从两翼压上来 这个军队的 中国军队正面没有敌人 但是我侧面打过的敌人 他就乱了 更想从前去 挤压过来 就这样 因为对方强大的火力 因为武器弹药的溃风 也因为钢村宁寺 他的确不是普通的对手 虽然中国将是浴血奋战 最终长沙还是失手 而相反 因为在清华战争中 为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 1944年11月 钢村宁寺他又升官 而且这回升任的呢 是日本中国派抢军总司令官 也就是日门在中国战场的最高指令官 肯定说一个如此重要的战犯 他为什么在最后的审判中 居然会被看无罪呢 而这边又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这一切还得从日本宣布投降这天说起 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 钢村宁寺接到东京 陆第68号密店 被告知 天皇接受了波斯坦公告 宣布投降 其实呢 这封密店呢 只是例行公事 而很少有人知道 就在同时 钢村宁寺呢 还接到了一封日本军部大本营 发给他个人的密店 那这封密店说什么呢 日本军部建议 让钢村宁寺向中国共产党投降 没想到 当年的居然还有这么一场 不过呢 您别以为这是日本人对共产党有好感 事实上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什么阴谋呢 众所周知 抗战结束之前 国共双方矛盾呢 已经暴露了 那日本人想以此啊 激化国共矛盾 促成中国内战 从而有利于日本的战事复兴 这是日本人的阴谋 那么 钢村宁寺他怎么考虑的呢 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撕裂 他当然了解中国当时的状态 但他决定 先静观其别 果然 第二天 8月16号 他又接到了一封加密电文 那这次又是谁发来的密电呢 您绝对想不到 这次给钢村宁寺发来密电的 居然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长官 蒋介石 电文说什么呢 蒋介石要求钢村宁寺 坚守岗位 维持秩序 将所有的武器和装备移交中央军 抗拒共产党 说到这儿啊 有人可能会纳闷 说把这武器交给中央军 那可以理解啊 可是要这钢村宁寺维持秩序 这就不理解了 咱们中国军队呢 日本兵不听话 你收拾他不就行了吗 这个 蒋介石呢 其实也是没辙 怎么呢 因为蒋介石当时呢 他要是能把日本人收拾了 日本这个日文兵收拾了 他也未必不收拾 但是一百多万日军摆在这儿 他吃不下 而且这些日军是有武器的 可是蒋介石呢 他手里的军队能不能弹压得住呢 为什么呢 因为日军投降呢 时间很仓促 之前的蒋介石呢 并没有太多准备 那为了接管日军占领的地方呢 他甚至不得不请求美国空军呢 帮助他运送部队 但是兵力调配呢 他依然受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发密电给钢村 在某种程度上啊 其实呢 是在请这钢村宁四啊 帮忙 你先盯住 等我来 那么钢村宁四对蒋介石的这封密电 是什么态度呢 这次呢 钢村没有犹豫 立即回电 遵令执行 对任何共产党军队的要求 坚决予以拒绝 说到这儿 您该明白了 中国法庭之所以宣判 钢村宁四无罪 正是蒋介石的授意安排 那么蒋介石这么做呢 他不仅是一种回报 他更需要钢村宁四帮他对付共产党 1950年 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企图重振旗鼓 钢村宁四居然被请去当了高级教官 当然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畅 虽然在蒋介石的纵容下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但他永远逃不掉历史的罪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